生活中或者爱情中 不单单是采米油盐 更多的还有一些对生活爱情的理解 别的朋友说起自己家里的事 情侣在相处的过程中 必然会产生一些摩擦 必然两个人之间会有一些矛盾 可这些事情大部分都能通过沟通和交流来解决 没有必要每一件事情都要和外人说明 更不能直接和其他人抱怨 如果有其他异性本来就喜欢你 再加上你说这些事情 他以为你的男朋友对你不好 他就会认为他的机会来到了 从啊对你展开追求 到那个时候 你又该如何向自己的男朋友解释 又该怎么在两个人之中盘旋 你必然会失去其中一方 大部分情况下不一定是好的结局 就算意见不同也要懂得尊重对方的想法 你对情侣在遇到的困难之中 都会面临很多的选择 通常这个时候都是男人当家做主 可是少部分情况还是需要两个人进行沟通和商量的 即使你们两个人的意见不同 但是一定要尊重对方的想法 对你们两个人的出发点永远都是一样的 都要朝着幸福的方向发展 一定要设身处地的为对方思考问题 只有这样你们才能顺利的步入婚姻殿堂 让对方感觉到你的好 让对方感受到你才是最完美的 高情商的女人懂得尊重男人的感受 三 懂得对自己好 快乐的人 爱别人前一定要学会爱自己 别让自己成为那种为了爱对方而失去自我的人 太过无私的付出会让一段感情更快瓦解 你懂得对自己好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什么样的感情适合你 你让自己过得快乐 身旁自然会有人看见你的笑容 那种被快乐渲染的气息是会让人着迷的 是会为别人着想 不会只想着自己的人 一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是最美的 每个人的世界里不会只有自己 学习如何与别人好好相处 彼此付出是件很重要的事 换个角度想 若是你也会想找个人能为别人着想的人 人一旦变得自私 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没有意义 甚至变质 有些事既然是好的 那何不就让他一直好下去呢 五 有想法 不会老是依赖别人 没有人会想跟一个只能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人一起生活 你要有自己的生活 不会对自己的一切感到茫然 你有自己的想法 甚至想到未来该怎么走 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并不会去仰赖他人生存 男人最怕的就是另一半变成过度依赖者 就算他们有肩膀能承担 也有天会被这样的依赖拖垮的 要让男人注意到你 只要把你自己过好了 能够对自己负责任 自然会有人被你吸引到的 六 别忘了自己的工作与梦想 生活与感情并不冲突 梦想与你们相爱也不冲突 生活依旧还要继续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不管感情多好 不能随便丢掉自己的工作 与他仗尖天涯 毕竟这是不理智的 如果你傻傻付出自己的工作和梦想 也许两个人一开始会觉得感动 但时间久了 这份感动没有了 剩下的就只会是无休止的争吵 以及你的悔不当初 七 不能随随便便付出自己的真心 假设你们两相情愿 当然是要真心付出 拿真情换来天长地久 但是在你还没有确定 你就是他想要 指手到白头的人时 请不要随随便便付出自己的真心 感情就是这样 有时候不能太早地交付自己的真心 否则对方就不会重视你 不会真心你 所以男女之间相处 我们首先要看清楚双方的心理 不要傻呼呼地 一开始就付出自己的真心 八 自己所有的经历 有的东西对你来说很珍贵 你若执意要傻傻地付出 别人不一定会视他如珍宝 比如你的精力有限且宝贵 不要以为把精力放在一个人身上 他就会真心爱你 一辈子守护你 你可以选择花更多的精力在工作上 或者去提升自己的修养 你要知道 你若盛开 不迭自来 不要让自己的精力白白浪费 九 不要花光自己所有的积蓄 道理其实非常直白且简单 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花在别人身上 万一没有结果该怎么办呢 所以 与其投资别人 不如更好的投资自己 你要经济独立了 在感情里才会拥有罚一群 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 都应该有自己的积蓄 不要总想着依靠别人 也不要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别人身上 想着现在付出一点 以后就会有回报 在感情里 不管有多爱彼此 都不能傻傻不收自己所有的积蓄 十 不接受异性的好意 现在这个社会 结婚后 还有很多人追求的不在少数 聪明的人不会接受别人的好意 对追求者不理不睬 并且保持应有的距离 这样会让自己的另一半 觉得自己眼光好 那么多人追求只选择他 他也会觉得很荣幸 会加倍地珍惜你 但是如果你明明已经有了另一半 还接受其他的男人的好意 或者不拒绝也不接受 就这样暧昧地处着 这会让你的他 觉得你就像公交车一样 试问一下谁会珍惜你 所以想要另一半把你当保 全都取决于你自己 以上这些在生活中 可能都会经历到 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 希望对你有用 生活也好感情也罢 我们都要用正确的方式来对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